这纪录器拍下猪只就在国道路肩上逛大街 情况相当危险 人警见状立刻对猪只展开追捕 只不过他也相当不受控 见有人要抓自己立刻往前走 让警方不知所措 两辆大货车发生追撞意外 而其中一辆车上载着好几只猪 就这样摔在车道上 警方货报赶往现场并出动吊车 紧急将猪给吊起 载猪车的后车斗碰撞后变形 铁栏杆把猪只的嘴巴给夹住 另外也有三只猪趁细拖逃跑到车道上 21号上午6点 国道1号北上73公里 桃园杨梅路段 当时32岁的林姓男子开着载猪卡车 疑似操作不慎 追撞行驶在路间的黄姓男子驾驶的连接车 适逢上班时间造成后方车流一度回堵2公里 本起交通事故双方九侧只为零 本件交通事故于八十五十分 前线恢复正常通车 后续由本大队洋美分队一规定处 索性这起车祸意外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国道警方也在三个小时内 全线回复通车 不过这回猪只在国道上闲晃 恐怕让不少赶上班的民众被吓坏 三立新闻持民企洪瑞里陶仁采访报道